新车开箱 大家没有窜台 今天呢 客窜一下帮忙开箱一个新车 这就是 这次主角之一 新锐L的智琴版 这款车对于吉利来说 绝对是有个重要意义的 因为他把CMA的这个架构平台的车 做到了10万元出头 这个平台以前都是领克 沃沃做动辄的十几二十万的 摆在他身上 其实很多的用料底盘的品质感 功底都是还在的 真的是性价比爆炸 难得中国有一台车 可以跟那些日系的三剑哥什么 思域卡拉 轩逸 正面去钢甚至是 把他们都干趴下的 但是两三年前我们试这台车 为数不多吐槽的一个小点 就说 感觉经济性对他来说 算是一个小小的痛点 这次不一样了 智琴版 终于他是上了一套 基于吉利现在最新的这套系统 打抓出来这么一个 轻混动的东西 这套系统大电池版本 据说是跟银河的那套是 整个逻辑 包括原理 是一脉相承 所以你想想 这样一台轿车 如果油耗可以控制在5升左右的话 整个用车成本 真的比起以前纯燃油无论是1.5T还是2.0T的星源都是 再下了一个台阶 由于这次换了一个新的 混动系统 所以顺便把整个前脸做一个改款 小小的变化一下 现在的大趋势 就是前脸变得更加的大 整个鼻孔 气势 设计感一下就出来了 灯具会变得更修长 更眯眯眼一点 所以从前脸这些细节可以看得出 这是一台改款后的星源 当然了这台车刚刚说过了 他由于是没有 做到PHEV那种 大电池的 所以整车 除了一个油箱盖之外 是看不到任何的充电口的 这也意味着 这台车到时候上牌 是要上蓝牌的 就不能享受新能源的那些政策 包括一些牌照的福利等等 你看他的轮毂其实已经用的 比较大尺寸 225 45 18 但是因为 身材太魁梧了 所以这么一个18寸的鞋 在他身上 显得不是那么的大 然后来到尾部 也是 进行这些灯具 设计上的一种升级 现在很流行的 连体的尾灯 吉利的logo 也是用上这种英文字样的 看起来会更加的 洋气一点的 对吧 吉利汽车贴在这里 然后这是 这次的一个 混动系统 HIF的这么一个状态 还有舒适进入 那个前排 绝了 进入这个车厢 我想说银河位很重 你看数字这个屏幕 整个车厢的布局 是变得更加的简洁的 这个仪表盘加这个屏幕 尤其是UI这一块我一点上去 银河OS 那所以我们做一个银河L7的车主 上到一台 新锐L的双情版 竟然有这样的体验跟氛围的话 我觉得这台车绝对是越级的体验 你看这一块它已经变得更加简洁了吧 这两个都是一个很大的储物草 空调的一些基础按钮在这 换挡也是这种 电子的怀挡式的 10万元出头的车有这样的体验真的是绝了 该有的辅助驾驶基础这些车道保持 然后银河OS里面呢 该有的一些什么电影啊美食推荐啊第三方APP啊看个视频啊 K歌啊它都有 然后安卓阵营的一些 Vivo啊小米啊还有鸿蒙的那些嗨卡所以这就是买中国现在的车跟买一些海外品牌最大的体验的差别 你说用车成本的后续的维护啊什么可靠性啊确实做一台新车我们评测很难告诉你 但至少同样的价格 做到同样的车里面它给到你的用料氛围 配置 绝对是拉满全景天窗还带遮阳帘头部空间也还不错对吧我一个1米82的人坐在这啊 还有个HUD方向盘 人机工程四项调节 哇绝了绝了 现在还谁买日系车 如果这台车油耗到时候动态车下来就个四五升出头用车成本很低的话 我觉得真不用买日系车 六 那做一个家用轿车呢 捡一下后排空间肯定是要的哈 你看前面我1米82的人再来一个1米82这个腿部啊还是很富裕的 那头部呢 坐直的话稍微是局处一点 要挑刺的话那是挑得出的第一你看这个坐垫 以我的大长腿来说肯定觉得稍微矮了一丢丢 这是第一点 第二点是这个靠背角度相对来说还是会偏直一点 就没有说那种更高级的轿车那种摊坐啊 可以弄得很躺很舒服的状态是两个空调的出风口 中央扶手放下来两个背座 所以这个空间作为10万元出头的家教来说是绝对是及格没有问题的 甚至有些配置还是给到你的就不能要求太多了毕竟价格这些东西摆在这里 吉利旗下的这么多车型 一套好东西怎么能让新锐L自己独享 所以 手心手掌都是肉 另外那边 新锐L有没有用上这么好的东西呢 我去看一下 哇 其实跟丰田本田一样一个家族共用一套插混 叫动力系统 这个车跟刚刚拍的那个新锐L也是一样 最新的这套智琴架在他身上 所以呢也是一样有混动但是呢也是没有绿排这么一个状态也是加油的新的颜色新的格栅新的大灯 还有新的轮毂样式 这个顶配也是一个20寸的一个大轮毂 外观就看到这吧 我们进去看一下车机有没有什么新的变化 那跟刚刚轿车的不同 新月L 他整个内饰呢 跟改款前差别不算是太大 首先布局是一样的哈 三个屏幕 但不算是联屏的状态 有中共屏也有一个附加的娱乐屏 然后娱乐屏这边的一样是一些 像视频源 B站 爱奇艺 今日电台 对吧 一些 音源 还可以有一个互联这么一个状态 功能现在是给到你了 流畅度也比之前好了一点 主驾这边也是跟刚刚一样 互联的功能 一些 像大众点评那些推荐的这种东西 总之呢 这一次换上了新的OS的整个座舱 是给整台车的智能化一个新的负能 内部的 PK 之前吉利那套车机估计是被PK掉了 以后呢 至少从底层开始也是用上这条新的银河OS 顶配这台车 类似以这个浅色系的氛围为主 然后很多这种缝线 打孔 这种工艺上的处理 前排这里也是一个无线的充电板 挡霸 然后杯架 总之呢 作为SUV这台车的改款内似的变化 从布局上没有那台轿车这么明显 最多的就是一些像智能化的一个银河OS 一个这种辅助驾驶的这些摄像头的布局都是跟 那台轿车一脉相成这么一个状态 然后空间的话 作为SUV 头部空间肯定是没问题的 所以去后排看一下 作为家用SUV这台车的后排怎么样 你看作为空间 要是很在乎这种体验的话 绝对是要买家用SUV的 你看这个头部空间对吧 然后这个腿部空间 包括这个后排的坐垫高度 还有这些座椅的这些角度可调 都是一台家用SUV必备的一个元素 后面这里除了是空间出风口之外 还有这个温度的触屏可调 但是电源这块呢 少了一个Type-C 所以这个后排只有一个Type-A的接口 是有分隔的放倒对吧 是一个纯屏的状态 所以这台新月L如果你是要照顾好一家人的话 我觉得像用料 氛围 包括坐舱的升级来说 照顾好一家人的话 其实新月L更加推荐 这是一张望 のは卖在座椅里面 是最大卖的 Zaon Cadar